下面我们看 这一个马上练习2 好 这里一样有三个 三层对不对 所以他有两个交界面 那老师有说呢每一个交界面 你就套一个斯乃尔 每一个交界面 你就套一个斯乃尔 好那然后呢题目是这样子 折射率N1N2N3三层对不对 然后互相平行 然后V代表数率 Landa代表波长 F代表频率 问你下列叙述何者 错误 好来 那 很简单 这里在套斯乃尔 那我们先写一下 再来看答案对不对 第一层的话 N1 Sine C1 直接不写公式了 来第2层 N2 我现在算这里 N2 Sine C2 对不对 OK 好来 第2个交界面 这里 好那这里的话 这里60度 这里多少 60度 对不对 好 所以 N2 这层 N2 Sine C 我们嘴巴还是念N1 Sine C1 等于N2 Sine C2 所以这里 这里的N1是N2 所以这里N2 Sine 60度 等于 这个N3 Sine 45度 好 这样就结束了 然后我们 是不是有发现这两个是一样的 所以这两个式子其实可以写成一个式子对不对 你刚也写成一个式子是OK的 那有一个观念我们都知道这个角度越大Sine 值越大 比如说60度大于30度 那我们就立刻知道Sine60一定会大于什么Sine30 好 那这个原因很简单 这个不用讲 你这个角度如果小 对不对 那你对边就小角度大对边就大 那斜边分之对边 就是角度大的时候斜边分之对边就会比较大 好 那所以我们看一下 这三个 Sine里面哪个是最大的 这个是大对不对 这个是中 这个是小 你要算出来也可以算出他的比 Sine60是2分之跟号3对不对 你就算一下他的比 不过 这边只要比大小那就简单 所以我们看一下N 这个Sine最小的当然N要最什么 大 然后 中间的就是中间 然后Sine最大的N对应要最小 那乘起来才会相等 所以这边我们就可以知道 N1 大于N3 这大于N2 这样 所以A应该是OK的 那N如果越大代表V越小 对不对 因为V V等于C除以M 对不对 V选项 V选项 所以N越大代表V越小 所以V这个答案应该是跟A是颠倒的 好 好 所以V2应该是最大的 所以这个应该是不对 好 C频率通通相等 对 这个频率呢 不会改变 频率决定于波源的频率 那波长怎么办 来 波数是波长成频率 那你既然频率 相等的话 就表示 你的波数如果比较大的 波长就会比较大 那这边老师再写一下 你刚刚这个 V2 V3 跟V1 跟A 是颠倒的对不对 所以V2是最大的 好 那你波 你波数最大的 应该波长最大 所以 我就可以写 land2 大于land3 再大于land1 好 所以这个应该也是OK的 好 E选项呢 N1比N3是根号2 E3呢 就看这两个 对不对 看这两个 所以我们要计算呢 就 很简单 好 老师算在旁边 N1 这个sign30度是1 二分之一 那N3的话是 二分之根号2 N3乘二分之根号2 sign45度角是二分之根号2 所以这样一消 一项 过来 N1除以N3 应该是根号2没有错 所以这个答案是OK的 所以错的只有B 好 好 谢谢观看